最好还是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可以自己写自己的文章最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理解里面所有的一切一切 明白所有的事情 然后的话 你就写出来的时候 最重要还是自言 很自言的流露 那变成了 你就可以慢慢慢慢 把你的学了别的名价的技巧 继续加上自己的自言的流露 慢慢慢慢自己的风格 就可以出现出来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 红阳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水墨 艺术精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水墨丹青节目 欢迎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持人丁丹 书法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里 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它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 以及智慧 无论是古人的传世碑铁 还是当代艺术家们不断的求索 创新 它所包含的中华艺术 正在被世界所熟知 那么今天做客本期水墨丹青节目的嘉宾呢 正是一位书法家张国生 下面让我们有请张老师 欢迎您张老师 欢迎来到水墨丹青 您请坐 张国生 1959年生于香港 幼年师从黄军碧弟子刘思浩 研习书画 1981年移居加拿大 毕业于迈马斯达大学机械工程系 虽移居海外 但张国生多年来仍笔根不错 遍临悲铁 行草力转凯 五体接通 现为东方天地艺术顾问 大西洋书法家协会副会长 香港中国美术会会员 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会员 欢迎张国生老师 请您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知道您是出生在香港 然后又移居在了加拿大 那您一直在国外的话 平时是什么样的时间 可以用来练书法呢 我去加拿大以后 基本上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去学什么样 讲英文什么东西 还听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因为这个情况以下 我真的没有很多的时间 去练习书法 读了大学以后 我读的是工程 读工程的话 更加 发出我更加多的时间 所以中间里面说实际上 我真的没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静下来 好像我以前一样 每一天用两三个小时 以上的时间去练习书法 没可能 但是我还是有时间就去练习 现在练习以前 然后到了我毕业了以后 都外面工作了 然后我的时间慢慢慢慢 可能可以拿出来比较多一点 但是中间里面 为什么我还是可以坚持下去呢 主要还是因为我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心里面 我真的很起风书法 对 那个兴趣 这个兴趣是很重要 如果没有那个浓烈的兴趣 基本上没可能 对 就坚持不下来了 对 坚持不下来了 对 我们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 对 那您研习书法这么多年 您觉得书法 对您来说最大的魅力在哪呢 一开始的时候 我要说回去 我十多岁的时候 十多岁的时候 我亏什么给他起演呢 我都不知道 反正我写下去 我就是觉得 那个线条 很好玩这样子 慢慢上去以后 大了 长大了一点的时候 我就更加起风 为什么 因为更加理解 书法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书法呢 基本上我们常常是说 好像一幅画一样 我们是用线条 用点 如果是回到黄朵的时候 就加上那个面 三方面去处理好一个书法 然后变成呢 看下去 很好看的 这个是技术上的问题 然后都后面 超过了三十多岁慢慢慢慢 我看到更多的书法的数字 这样子以后我就发现 原来书法里面更加令我 其分的地方 就是原来里面有一个我们 我们讲的就是那个书法的 记内功 写书法 除了这个技术的问题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 是内涵的问题 内涵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每写一个字出来 你要懂得它的意思 而且没有书法写出来 你要懂得它的意思 而且最好深深地理解 而且跟你自己融为关通 都最后写出来的时候 发育寄言寄言地写下去 那这个解决是很好 很多人在研习书法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困惑 就说我们可能写出来的东西 与那些名家所写的并无二致 但是却很难有他自己的风格 那么您的 您在形成自己特色的这个探索中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经验 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说到这个了吗 说实在我自己的学生里面 也有不少我的学生问这个问题 我先别说什么样 引起自己的风格 最重要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先怎么样练习这个 比如说举个例子 晚上起来写一副书法 不用计较都写得出来 我们叫做 这些很熟 熟到基本上我们自己的脑袋 可能我们自己的熟 都跟这个书法 基本上好像是一致了 不用计较 说实在是自尊诀了 但是最后变成好像没有计较一样 说实在不是 写出来就是离职 很自然的 然后也要把自己要写的作品 什么的意思 最好还是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可以自己写自己的文章 最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理解里面所有的一切一切 可以明白所有的事情 然后的话 你就写出来的时候 最重要还是自然 很自然的流露 那变成了 你就可以慢慢慢慢把你的学了别的名价的 那个技巧 继续 加上自己的那个自然的流露 慢慢慢慢自己的风格就可以出现出来了 这个情况有一些比较 对这个书法有天分的 可能经过二十年怎么样 有一些没有天分可能经过三十年四十年 我们学习的不仅是表面 而且要加入到自己的情感 自己对人生的这种感悟 然后去创作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作品 那么今天呢 您也是带了作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对吗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张老师的第一幅作品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张老师的第一幅作品 接下来请张老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幅作品呢 里面写着两个字 两个字是汪幽 这个我是用历书写的 那个历书呢 不是普通我们见到的那个历书 这个历书是说实在呢 就是在那个春朝 都汉朝之间里面 有一个我们叫做白书 这个白书是汉简的一种 汉简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的人呢 古人呢 写书的时候是用简的 对不对 用简的话 朱简呢是那么那么幼细的 这上面怎么样可以写这个历书呢 历书呢 一般来说打完的话是这样子出来的 但是因为历书比较 因为那个那个朱简呢是那么幼的 所以变成了他们呢 这个黄化就一定要往下肾盐 肾盐了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出来 但是虽然有一些我们叫做变种这样子 这个样子了 但是啊 它也有自己的味道 而且呢 我们看到历书最重要还是呢 本来的历书呢 情书的历书看历呢 就是比较方一点的 但是这个你看到呢 我这个写上去是方中带一点点圆的 OK 那就有一点点 卷术的味道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所以我是很起伏这个作品 一瞬间看到之后就让人忘记烦恼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张老师的第二副作品 好 有请张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您这副作品 这个呢 这个就是卷书 卷书里面有大卷跟小卷 这个是小卷 小卷呢 是存朝里面的 我们叫做什么呢 那个发定的文字呢 应该和以前我们说法 我上面写的呢 就是千字文里面的前头的五十个字 千字文呢 是很有味道的 你看里面天地原亡 一路一路下去 每一个字下来 都是整个天地的筑法 是怎么样一路一路演变下来的 这个是很有味道的字里面 然后的话我们再看小卷 有什么特色呢 你可以看到到它是比较强盈的 跟那个栗树不一样 栗树基本上是比较黄的 风黄的 但是这个比较长盈一点 而且呢 还是线条方面是比较圆韵一点的 还有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 如果你中间分开呢 你发现很多的情况里面都是左右 尽量是平衡的 对 而且呢 就看下去每一个字 说实在呢 有一点点是像一幅画一样的 这个是很特别的 OK 所以我自己过程来说 对这个小卷 卷书呢 我是挺起分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张老师的第三幅作品 有请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 这幅呢 就是大家一看下去 就应该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就是草书 对不对 这个草书呢 草书基本上有大草 有金草 金草呢 就是我们知道的一本的 比较没有那么草的草书 OK 大草呢 就是你看到每一个字 有时候一路一路下去 三四个字 一扛下去 连起来的 对 所以这个是不是大草 OK 大草呢 啊 啊 变化是很大的 OK 有大了 有小了 还有呢 阴阳呢 有这个 有干比 有西比 还有 有一些呢 比如说有大 有小 OK 很多 而且是下去呢 行器就重要 一行一行的行器是很重要的 嗯 变化是很大的 大草 啊 看下去 好像是没有法度 说实在 法度是 很重要的 啊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写大草呢 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个那个那个历书啊啊那个楷书啊那些书体的那个基本功的话 嗯 很难 写得出好的作文 这个 啊 所以呢 我们 我们现在 常常 在书法家里面都是这么说法啊 啊 扛除 扛除就是大草啊 啊 大草就是 书法里面的 最精华的所在 嗯 这样子啊 然后的话这幅书法呢 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怎么样呢 这幅书法呢 是 从后面我可以看 是如有一个人叫做江国威 对 他们 他写的 文书法的书 OK 江国威是我的弟弟 嗯 他自己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 因为为什么那一天呢 我画了一幅书法画 然后他就在上面 录了一首书 嗯 然后我就是觉得这首书挺好的 这个我们就可以从中再看度一下 如果我们自己可以 写一些自己的文章也好 什么也好 就用书法写出来的话呢 内涵更加好 欣赏到这里呢 本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再次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分享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登陆水墨丹青栏目官方网站 我们下期再见 来 来 来 去年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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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